另外是美国专业的房地产网站预测 2019年美国房市趋势是走软 不过房价却会持续的上涨 美国的华人 那么如果想要在今年 智产买房得要注意些什么呢 东三新闻保险理财专题 持续请到了专家要来做详细解说 上次我们分享了买房的基本流程 一共有六点 我们分享了前三点 现在我们再继续 我们四五六的分享 第四呢是エスコ公司 エスコ公司是第三方认证公司 它会根据买卖双方的条件合约 做一个公开公正透明的处理 第五 那么就是产权认证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title company 产权公司呢会提供产权保险 确保过户的时候 这个产权是干净的 那么第六 也就叫做physical inspection 也就是房屋检查 根据你合约上的提供的时间 在这个期限内呢 我们可以对这个房子做方方面面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各方面的检查 那么这个检查报告呢 提供我们对这个房子的相关资讯 来帮助我们决定 是不是要继续走下去 持续地购买这个房子 好 看到稳战美国亚裔最大的保险与经济代理商的定位 范宇集团理财面面观的系列报导 下一集将会深入讲解 这个年金规划的优势 也请观众朋友要持续来锁定了